市民代表陈金熙说 目前整个元宵节活动已经不复以往 完全没有热闹程度了 他建议县市政府扛起责任 思考宗教文化如何能够结合观光 带动地方发展 也吸引观光客来冬过节 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元宵节 其实已经失真了 跟我们以前的小孩时代 我相信我们市长也在台湾大 我相信小孩时代 那时候正经到感觉 事实说现在都已经没了 所以在这里 真心是要建议 不管是我们市公所 还是我们管政府 真的 不管是谁人出来接政 我们真的要好好去收购 是不是可以麻烦我们市府的团队 跟我们整个管府的团队 真的 我都说不用推误 因为这是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招募旁贷 要去扛起来的一个接任 我们要怎么让我们这个宗教文化 可以结合到我们的管工 让我们中国台湾 真的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宗教文化 我们的管工的需要 没有 可以更蓬勃发展 这是真的我们需要去收购的 所以说在这里本上也 要来建议到我们市長 可以说真的好好地做一个计划 未来我们是这样 可以说秩序 可能他们可以理事 而不是会保事 继续来参与我们市场 绕境 张市长达巡 绕境活动都委托民间单位承办 县市政府从旁给予人力物力的协助 今年在天后攻击封安宫两边 两场绕境活动的民意反映 可以作为来年办理的规划参考 好比说路线可以延长到工业区 花车点缀可以再漂亮等等 就一回收的回收箱 贴满地下钱庄的小广告 周遭环境脏乱不堪 陈代表请清洁队责成得标厂商 除了清洁环境外 对于有爱市民观感的小广告 得尽速清除 殡葬所停车路面 严重的脱胶 高低不平 欲语容易积水 标线不明 陈代表也请所方尽速处理 陈代表建议工所应该改善及拓宽 正气路1200项殡葬所外的道路 为了向盗用路人的安全考量 陈代表也建议工所要增加反光镜设置的经费 市长答询 殡葬所倒入问题 因涉及用地问题 会继续的努力处理 反光镜经费的增加 则会考量看看 资本那附近 应该是建隆那边 那边就发生了一个车祸 那我一个朋友的妈妈就是这样就去世了 那当然她打电话给我 她让我很感动就是她讲 她说她不希望以后 她妈妈走就走了 她不希望以后还有人 会在那边再继续发生车祸 那所以 那属于资本那边的地方 当然我就责成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们的同仁 鄭佳 我就麻烦鄭佳说 帮忙做一下反应跟处理 所以 我想 这是我今天提出这个问题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 所以说是不是可以这部分 我们的这个反光镜 我们的这个路灯这部分 是不是可以我们这个经费 可以来做一个增加 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 尤其是反光镜 其实它不用花多少钱 但是对着整个辈子的安全 非常非常重要 其實比方首先 有涉及到我们私人主力的问题 常常要喚入 我都觉得很危险 是必要去解决的 反光镜的问题 所以说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在办悬家也可以 在下半年度我们在办一个悬家 有需要这个反光镜的 确实有需要的 比如像今天表现所在的位置 确实有需要的 我们真的 回家再去考量 陈代表说 乡亲反应 成都南路427项路不平 大约20年没有整理了 反应了也没有下文 市长达巡 因为经费有限 会在每个月的会审中 依轻纵缓急处理 永福路与仁义北路口道路缩减问题 陈代表建议会后会刊 进行了解寻求解决之道 公务課长达巡 会评估是否纳路生活圈道路处理 陈代表请民政处协助处理正气北路 1201项门牌错置的问题 现在是1201项是正确的 可是路牌是1021项第一点错误 第二点 旧的户籍的地址 旧的户籍是对的 是1201项 新的又错了 變成1021项 所以他们无所适从 那些留一步在那些不知道要如何 所以这个应该怎么样的做一个处理 那我们查证之后 如果确定是1021项的话 这边会请韩文给互证 请他们把后面门牌是必定修正 陈代表建请增设身心障碍者的母亲特别表扬 市长达询会请理、社区、部落等单位 在提报模范母亲的表扬名单时 多留意是否有身心障碍者的伟大母亲 请市长表达资本光电案施工所的立场与态度 市长达询以民意为依规 尊重6月1号的投票结果 尊重部落及地方意见 因为大家都互相尊重 因为这个范围已经化得很保地了 所以说要经过在法令上规定要经过 部落的执行商议办数通过才可以承认 市长 你国内的态度你是同意还是我 我要告诉你 尊重部落 名义的位 以上是第十二届市民代表会第一次定期会 市政综合执询议程 5月20号上午 市民代表陈金兮 问证内容的灾药报导 由刘若文整理 更多市政级代表们的问证内容 请收看台东市民代表会 YouTube频道 百分之一 谢谢大家